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要的就是除了空性之外的 所有的其他都是一个叫做世俗 很容易就是我们产生污秽的地方 就是生意的这个词 这个词涵盖了很多 大波罗基当中很多地方就生意无 生意无 奇怪 为什么说生意无 生意是生意地 你看 你们容易产生无悔 其实你们不了解了 生意地的话它是名词 少了一个字的话 不具足的生意地了 只有生意是并不能代表生意地了 生意是什么呢 生意的意思说 地是成立也可以说是生意 知性成立也是可以说是生意 加了一个地字的时候 那变成了空性 除了空性之外 不概括其他的意思 迁后的词来去解释 这样子才正确的 以切法生意中无的意思是什么呢 以切法地是成立来讲的话 都是不存在的 它的意思说 地是成立的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地是成立当中 知性成立当中 绝对找不到任何的东西 有意思是什么 一切法都是无自信 无地是 那你地是当中可以找到了 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法吗 不可能的 所以生意中无 就是这个意思 世属中有的意思是什么呢 一切法都是 只依靠名言而存在的 依靠名言而存在 所以世俗角度来讲的话 都是存在的 比如说生了一个小孩 华人的习惯就是 应该是自己父母取的吧 名字 对 那我们赞人 几乎都是上师 由他来取的名字 赞人的男男女女的 所有的名字都是佛法文物有关的 跟佛法的什么名下有关的 本尊 还有什么两话 金刚 慈想 吉祥什么 那我们还没有取名字之前 大家都认出他是一个婴儿 婴儿是普遍的一个名字 我们一看到 认出他是一个婴儿来 但是你认不出他是一个陈先生来 那所以他自己这个婴儿 有没有形成了他就变成为陈先生呢 没有 他变成陈先生的话 一定要认出陈先生的 一定要有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认出他来 没有任何人认出他来 是一个陈先生的时候 他还没有形成了变成陈先生 他这种的婴儿 他什么时候变成为陈先生 一定要取决于他的名言 他有没有取名字 一开始一个人就是取了一个名字 今天开始取了一个名字 陈慧明 智慧的慧 明白的名 陈慧明 我们取了一个陈慧明的话 今天去了 开始就父母 一看到陈慧明 那家人都是一看到陈慧明 慢慢就现在看来邻居认识的人 越来越多的时候 取了名字 开始就他变成为 身份就变化了 他是陈慧明 他如果还没有去 那个陈慧明的名字之前 他有没有变成陈慧明 没有吗 他取了名字之后 他变成为陈慧明的时候 他现在就开始了陈慧明 大家都叫陈慧明 今天就是他调皮 爸妈妈叫陈慧明出去骂他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他是针对陈慧明讲的 不是我们讲的 他们也不怕 为取名字之前 谁也辨认不出 他是陈慧明的时候 陈慧明这个世界上 陈慧明还没有出来的 所以那个婴儿 他是变成陈慧明 必须要依赖着 他的陈慧明的名字 跟随他名字的认出 他自己来的一个陈慧明的认知 他存在都是依靠自然而存在的 你必须要依赖着明眼而存在的者的话 他绝对不是一个自信用的 原因是什么 他存不存在 都是依赖于明眼而存在 他依赖着明眼才自己存在 那所以依赖他法者 他叫做一个缘起 缘起 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自信用 那你看我们观念当中 根本没有这种的概念 我们就是零所达人 自自然而 我就是从自方成立了一个当斗隔体的 我存在 就是自信用的想法 实习上一切法存不存在 是应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确定说存在 或者不存在 乱说也不对的 一定要有合乎逻辑的 法称也好 七部量论当中提到的 有量是所辰是存在 有量是所辰是什么意思 由于任何的量 同达的对积都是存在的 这个叫做一个存在法 没有任何一个量了解它的话 它等于是不存在的 所以有量是所辰是存在 那一模一样的 我刚才在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里面你们就是详细的去观察一下 一切法都是依靠明眼而存在的 这个道理上来去 谨慎的态度来去探讨的话 绝对会了解认识到很多深奥的部分 你的睿智越来越增加 或者越来越好的时候 这种的人 内心来讲的话 比别人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的 过生活的方式也好 果断的能力也好 或者是一个承办自己幸福快乐 更方便都相对起来 然后相较起来的话 比别人不一样 他往往超越一般世界人 所以我们争取的这样的智慧是不容易的 所以无上生生为妙化 百千万千拿遭遇的意思就是这个 有四次地至诸法 真实不生世间生 由于这样的恶地的此地 或者是一个诸法 我们就是知道诸法 这个诸法就是一个无常 有变化性的 那知道的是什么呢 知道就是真实不生 这个真实是什么呢 自信有的 实际上所有诸法 一切诸法都是 无自信生 自信不生 但是世间生 世间生就是名言善生 真实性的话 我们一般人认为 真实性都是存在的 不一定的 真实性本来就是生意的意思 真实性也是 就像生意一样的 它有两种 一种是空性 一种是自信有的 自信成立地 也是有的时候用真实 真实义 那所以这个是一定要 谦后的助词来去解释 不然的话你当独 比如说生意地 还有真实义 这样的解读 这个都是把它当作 规则为空性的话 容易误会的 那所以真实不生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天下所谓的万物 都是生是对的 怎么生的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生的 它是一个名言上生的 生也是只是依靠名言而生的 那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 我们平常讲是我是生的 非常出品的一个生者 生的情况是我们理解 但是真正的生的情况 我们还是大部分不了解了 你从哪来的 从哪里生的 依于什么样的而生的 我们说依于母亲而生的 我们只是只有概念 但是你怎么生的你不知道 真正的佛力来讲的话 我们的概念就不对的地方在哪里 你现在正在就是跟母亲一起做的 你照顾母亲 那你永远都是以为是 你现在自己通居的这个母亲 是你的生者 能生 你是依靠他而生者 根本实际的逻辑上来讲不符合的 你的能生 你一生就灭了 没有了 你是他的所生 他的所生一出现了 能生就灭了 如果不灭的话 那就不对了 其实你现在 今天我们跟自己通居的那个人 你母亲的后续 但真正你依靠他而生的这个母亲 是早已灭了 你一生就已经灭了 没有了 那能生所生 也是互相依赖着 其实不管是怎么样 一切法都有名字 没有名字的话 你根本不能认出他来 你没办法无法了解他 先我们透由他的名字 再去了解他 发明的人 一开始发明就很重要的 如果兰花一开始 他就是这个兰花的东西 取了一个菊花 菊花名字换了 取了一个兰花的话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世界人蛮一样的 跟着他就是教啊 那所以呢 兰花也好 或者是菊花也好 这些都是存在 不需要依赖明眼的话 这个叫做他们自细成立的 那兰花跟菊花是自细有的话 他不需要依赖这明眼 这样的成立的话 这个叫做自细成立 又是说真实 但是这个是不存在的 所以真实意或者是地实 圣意这些都是一个同样的用字 所以圣意的空性上面 救济的实相上来讲的话 也是这个叫做一个圣意 真实意 还有就是地实 那不存在的 比如说自细有地实成立 这些的用法上来讲的话 真实 自细成立 地实 就可以用 所以这个是不要搞错了 真实不深 世界深 就是世界深的意思就是这个 明眼上深的 明眼深的意思说 依靠明眼而深 明眼上存在 其实追本树言的话 其实我们 终于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深者 真的找不到了 那你看往内去观察 无欲当初去观察 从头到脚 就是观察的时候 你如所想象的那样 可爱可惜的 我就是找不到了 没有一个具体的 那你看 这个是不存在吗 不是 你是存在 但是你不知道存在的方式 我们永远都是认为 是自细有的我存在 但是你存在的方式 也是完全误导了 误会了 误认了 导致就是产生了很多的烦恼 由上来所说的次定 当之我们应该要知道 诸法 与真实义本来不深 真实义本来不深 这意思是什么呢 生意上来讲的话 绝对不会深的 原因是什么 自细不成立 定时不成立 所以自细成立上来讲的话 一切诸法都不深的 就是这个意思 自细不成立 定时不成立 所以自细有的生者 定时成立的生者 根本不存在 与世间明言中 由深也 只是依靠明言上而存在的 只是依靠明言而生者 这个没有错的 你这样就让你满足就可以了 在你想要追本受缘 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的这样的话 你就找不到了 就像你找自己一样 那你看我们没有仔细去观察的事 我们老老实实实实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存在 这个感受是很深刻的 那你在自己五欲当中寻找自己具体的自己的话 终于找不到了 找得到吗 谁找得到啊 其实找不到了 这个找不到也是并不代表是不存在 还是存在的 我存在 我零受到了 但是如何存在 就不知道了 所以你存在就是只有依靠明言而存在 生意上 自续成立而言 定时成立而言 你就不存在 生意中不存在 世事中存在的意思是什么呢 定时成立而言 世界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 定时成立存在的话 世界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 原因是什么 世界一切法都是无底实啊 无自信啊 那怎么可能 由自信成立的角度来去解读呢 事所中存在 明言上存在的意思是什么呢 实际上 实际上 一切法都是 只依靠明言而存在的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 一个河流 你在这里 另外一个人 彼岸嘛 此岸彼岸存不存在 自自然而言就出现了 此岸存在啊 彼岸存在啊 怎么存在 我们没有考虑 此岸跟彼岸是只有明言上存在的 那怎么存在呢 取来讲 第三个人 问你说 彼岸在哪里 你肯定会指给他嘛 对不对 那里是彼岸 这里是存岸 那他跑到对面去 那个人问 存岸在哪里 他肯定说 指我们自己住的地方 就是说那里彼岸 他自己住的地方 此岸嘛 你们两个此岸跟彼岸 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有共同的此岸跟彼岸嘛 那此岸彼岸是存不存在存在 那你说的对 他说的对 两个人想都没有错 你概念当中所出现的 这个此岸跟彼岸 他所辨认出来的此岸跟彼岸 两个都存在 存在是什么 都是自信有的 你所认出的此岸彼岸 自信有的话 他不需要依赖你的迷眼案例 那你自己不需要 依靠你的迷眼案例的话 不一定是此岸在这里 都是依靠自己的迷眼案例而存在 那你看实际上 一切法现象 只是依靠迷眼上存在 如果你承认了 他是自信有 地是有的话 他便成为 不需要依赖这种迷眼 各个的所有法都是 自发成立了自己个体 这样的话问题在哪里 你去哪里都是此岸在那里 不会变好的 那再来此中 尽说诸法不深是一圣意 在这当中所提到的诸法不深呢 一圣意 他如果你有于自信成立 地是成立 深意的角度来看的话 一切法都是不深 可以的 原因是什么 自信不深啊 地是不深啊 所以一切法都是不深的 于明眼中只许有深 那明眼当中就是可以我们承认了一个深者的话 为什么呢 故于所迫 地当加节别 做法大师这里讲 这个地方一定要 定就是一定要 加节别的意思是什么呢 一定要分开 比如说不深的时候 加节别是加了什么 地是 圣意 真是加了这个字 佛绝对不会说我们不深 绝对不会说 佛说的不深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需要加一节别 自信不深 加了自信 地是不深 这样子才可以的 在心经当中提到的 照节五欲都是空 再来不深不灭不够 那你看 释迦牟尼佛会说我们不深吗 释迦牟尼佛说五欲都是不深不灭吗 不是吧 对不对 愚笨的人说什么 是最讲的 心经当中有啊 不深不灭吗 其实你不知道 这个世尊说什么 当时世尊说了 这个我们一般人解释的时候 没有加以节别 生意来加以节别的话 你容易无悔的 世尊心经当中想 不深不灭都是 自信不深 自信不灭 灭 生都是无自信生 无自信灭的 原因是什么 一切诸法都是元气之故 元气的话绝对没有 自信生 没有地是生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加以节别 那就完全不会出错的 世尔摩尼佛道干经当中提到的 他就是带着他的眷属到了普提加业附近有道铁非常的漂亮的 他一把稻草举起来告诉十二元气 他说有了种子就有了这个 就类似有了无名行事 爱去又有了三界的众生 所以三界的过坏 三界的众生都是依靠着无名行事 爱去又而生的 那这样的话 诸法包含了十二元气 那释迦牟尼佛道干经里面提到的 我们都是生者 依靠姻缘而生的 姻缘也是无名行事 爱去又生的 这个说了 后面讲了 不生不免 这个是相矛队吗 那释迦牟尼佛宣说了这样的 前后矛队的话吗 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加以节别 那你就是只是讲不生不免的话 你容易误会的 所以加以节别 真是不生 定是不生 自信不生的话 那绝对不会产生误会的 那接下来 经说外寄西非有 唯心便为种种事 事与贪主面色者 为这色故非聊意 用实地经根这些的道理来 成立了解身命经 或者是这种为事的经 成立了不了意经 三行命书的话 他这里讲说 事故三界为心也 实地经当中说三界都是为心 为显此今世密意化 显此就是很明显 再次释迦牟尼佛 实地经当中讲的三界为心 这种的为个字 它很明显 它有密意化 密意语 密意就是我们内心的想法 内心的真正的一个想法就叫做密意 比如说我们这个有太多显经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显经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讲的没有那么明显的 但是它的内容有很多的 这叫做显经 一模一样 释迦牟尼佛 某些的经 他自念说的跟他自己当下说的 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 这种的经叫做密意语 密意经 密意经就是这个意思 经说外界 西非有的意思说 虽然解身密经也好 佛的很多经当中提到了 没有外界 虽然有没有这个经 有谁说的 世尊说的 西非有 所以外界都是不存在的 原因是外界不存在的道理就是 违心变为种种事 外在的视线相位出发都是 我们依靠着内在的 吸而变现出来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违心的表现而已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外在的实实在在的 这个实性实色没有了 那世尊说这个有什么密意呢 不同的密意呢 你看接着讲他的世尊的密意 事与贪重妙色者 非常执着 外在的东西的很强烈的执着的人 对外在的物质很强烈执着的人 对他说的 斯门殊胜的一个量师父 其实他讲我们某些程度上容易相信的 比如说你非常执着一个东西的话 他说你不要执着 这个是实际上你想象不存在的 你这个乱想的 这样的话 你对他的执着也许有点减轻吧 对不对 你对他的执着越来越薄弱 懦弱的时候 由于这个贪心造来的 忧愁关系是减少的 这个也是佛来救他 这不是救了的话 那怎么去救 拉了一把就救了 不是这样 救就是他 透用他的正确的教导 让他改善 导正 生予断正起来 他内心的恐惧苦恼 内心的痛苦越来越 让他减轻的话 这是算是一个救你吗 真正的救就是这样 佛法有没有这种的能力 有 那所以 适于贪着妙色者 对执着这种强烈的人 为这色故 这就是为了破除色法 因此之故非聊矣 所以当下这种的说法 是聊矣经 这是不了矣经 站在中关英才牌立场来去讲的话 解释密集绝对是不了一级的 初矣法轮有两个 聊一级不了一级都有 中矣的话一定是聊一级 没有不了一级的 那中关资讯派 清辩论师他们的解释来讲的话 中矣法轮有两种 聊一不了一都有 三转跟初转一定是不了一级 这是一个中关资讯派的看法 这个阶段我们要了解的就是 聊一跟不了一 这两个 聊一是什么呢 聊一是空性的意思 你们不要搞错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很多人靠字典 这是学习这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 你学文字靠字典没有错的 但是你学佛靠字典是不靠谱的 有限的嘛 对不对 比如说他只有一个 比如说举例来讲 生意是什么 空性 学到了生意是空性 用在哪里都可以看 那你这个阶段怎么去解释 生意不生 奇怪 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也靠过字典了 后来我真的发现了很大的问题 其实最主要学习也好 学佛也要实修 不管怎么样 你自己做了世间的事情 都是依靠无有颠倒的 真确的一个逻辑性 最后来的话 那就绝对不会出错的 这个是最好的 逻辑本身是一个真确的真理 真确的真理 对我们来讲有好处的 了意是空性 不了意是世俗地的意思 那你看加了一个经的时候 不一样的 了意经跟不了意经是一个名词 不是动词 了意经跟不了意经是经典 所以今天这个阶段讲的 不以不了意经 世尊所宣说的经典 那我们事例来讲的话 三转法轮 不了意经的事例 初转法轮 不了意经的事例 那了意经是什么 中转法轮 中转法轮当中 拨着八千诵 拨着十万诵 两万八千诵 拨着心经 这些都是中转法轮的经典 这个都是一个了意经 虽然对于这个了意不了意的 经的一个看法 世不中意 有所不同 但是我们重点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了意经不了意经是什么意思呢 它主要的任何的经典 它主要的所权 就是空性及通胆空性的智 这两个为主 它字面意思跟含意是密意是一致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了意经 那相反就是不了意经 那经说外计 其非有 外计不存在的道理 为师他们怎么讲的 为心变为种种事 外在的私生相外出法等等 这些的法都是 唯一的就是依靠心事而变现出来的 所以呢 三界一切为心 没有外境 说这种的经 就像是解身密经一样的 它是了意经吗 不了意经 它是一个不了意经 比经密意 说法者 他的心理的想法是什么 事与贪着妙色者 为这色故非了意 他释迦牟尼佛对他说的原因就是 对外在的色物质 执着非常地强烈 导致他造成很多的困扰 为了解救他 当下跟他说 外籍不存在 只有唯一心 外籍不存在 你不要执着 为这是这什么 为这色 你看色法不存在 这个话是这色法 因此之故呢 这种的经 宣说之间的所全 不是空性及空性界 而且它自念的意思 跟当下说法者的秘义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 不了意境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不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正好 50016766 50016766